粥茶都真是Yogi 但是一本都已經是手掌這麼大了 二月中盤子 如果你是蟹的專家 單一蟲的外表就可以判斷到它有多少的膏 你吃過這麼多的醬油蟹 你覺得哪一間最好吃呢? 究竟吃醬油蟹會不會有寄生蟲呢? 現在這個問題我就來解答大家 大家好,我是Mira 哇,好熱了 最近我想說熱了很多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有時候可以穿短袖 但是晚上也是冷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裡面是一件背心 然後加一件外套 香港現在是不是已經很熱了? 大家是不是已經開始要避暑了? 我其實最近在韓國 看到了很多香港人 我到處都聽到廣東話了 明洞啊,弘大啊 我其實現在在弘大 我覺得好像回到以前的感覺這樣 我都知道大家很想念韓國 想回來鄉下玩的了 其實這個季節我覺得真的很適合來韓國玩 又不會太熱,不會太曬 又不冷,就是小小涼 是真的,基本上不太出寒 雖然香港是真的美食之都 不同國家的食物在香港都可以找到 但是我還是覺得韓國的食物 始終你要在韓國吃 才夠地道才夠好吃 譬如是我最喜歡的醬油蟹 然後燒大腸 要在韓國的本地餐廳吃 才有那個味道 其實現在在韓國 忽然之後 都多了很多新餐 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錄定 要來哪裡吃東西沒有? 大家有沒有計劃好幾時來韓國玩? 大家買了幾票沒有? 沒有的話,在這裡想跟大家介紹這張 渣打國泰MasterCard 開卡頭兩個月 就可以享有這個 迎新簽帳獎賞 1元等元一里,賺4萬里 如果在國泰或香港Express消費的話 你可以賺取高達2元等元一里 如果是海外簽帳 香港食肆 外賣平台 網上消費 就可以賺取4元等元一里 而在國泰夥伴餐廳消費 還可以賺4元等元3里 其他國泰消費可以賺取每6元一里 日常購物 用餐和旅行消費 你都可以很輕鬆地直接賺到利數 去到你的國泰會員賬戶 你賺完賺完的利數 除了可以換酒店、機票 還有各式各樣的體驗和禮品 如果你是指定渣打國泰MasterCard的客戶 還可以專向國泰航空商務貴賓室的使用券 可以優先辦理登機手續和登機 不用跟人迫 在這裡看片的大家 還可以參加我的專屬Giveaway 只要大家通過我的連結 申請渣打國泰MasterCard 免簽帳就可以額外得到多5000里數 有興趣的朋友請大家提回我的InfoBox 你可在有世界話都沒那麼容易 馬上去申請吧 我今天要吃的醬油蟹 就是近來非常非常之紅 對於觀光客來說 應該是最飽紅的一間醬油蟹餐廳 就是韓女士醬油蟹 其實這間醬油蟹餐廳 我知道了很久了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韓國人去吃 它是韓國人的抹接 但是對於觀光客來說 就不是特別出名的 而為什麼特別出名呢 我相信應該是因為羊羊PD 因為我也有看過這條影片 看到好像有100萬view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外國人 也有看過這條影片 然後就慕名而來 然後因為我最近拍的醬油蟹影片 我看到下面也有留言 大家也推薦我可以去試一下 這間韓女士醬油蟹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去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呢 今天是平日星期二 下午12點 它有break time 所以我們打算趁這個lunch time 過去試一下 我猜平日應該不太多人 因為它的位置不是觀光區 它是在kiroudet和sokchou的中間 韓國人的lunch time 又不是十二點 有些可能是十一點 所以我們去到應該是十二點 一點的時候去吃 就應該是會有位的 因為我有聽聞店舖是不大的 所以我也有點擔心 如果多人會怎麼辦呢 它本身都可以預約 但我想平日應該不用預約 所以我沒有預約 打算現在這樣衝過去看看 到了到了 好期待啊 等我這個大哥 好誇張啊 我想說排隊的人全部都是有客人 因為剛才店名出來 叫人 然後全部都是港英國的 我們都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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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是兩點半 然後這個時間是三點至五點 所以如果你最後要吃的話 你兩點半叫就可以吃半個小時 一萬一秒兩樣 就是十一萬元 兩萬元 但這裡旁邊有一個飯 如果是一人或是五萬元 價錢是一樣 不過呢 很難就代表到一天 只要叫一天 大比想像中快 剛才我們大概等了十分鐘就進來了 我們本身可能要等半個小時 但是可以到廣告日後已經 我用了很多 這裡有花生醬 我用在哪裏 香港人的一種 我都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所以醬汁 醬汁 感覺上它像是春天的蟹 春天的蟹是比秋天的蟹好吃 韲蟹約五個月了 它的膏爆膏 究竟有多好味呢 超肥味的 我覺得這個醬油是偏甜的 而且它完全沒有辣 它是沒有辣椒 它是沒有醬油 它是沒有芝麻 沒有辣椒 沒有蔥 其實醬油蟹很簡單 就是醬油和蟹 每間店都有他們的特色 剛好問老闆為什麼會有花生醬在旁邊 他說是用來做醬汁用的 但我不肯定它的醬汁用在哪裏 可能會滿以外醬油的 來吃吧 三餐廳 太大了 太大了 現在來看看它的蟹究竟有多大 它是比手掌大一點 這裡是沒有選擇蟹的大小 對 因為有些醬油蟹餐 它是有選擇小尺 中尺 大尺 這裡只有一本 但它一本已經是手掌這麼大了 對比我以前吃的醬油蟹的大 然後很多都是跟手差不多的尺寸 好多好多啊 先把蟹糕這樣丟出來 還沒出來了 真的還沒出來了 我以為它的醬油蟹的醬油蟹 最大的醬油蟹 這個醬油蟹的醬油蟹 一斤飯吧 然後再加一斤醬油 因為我覺得它的醬油不鹹 所以你多吃一點也不會覺得很口渴 然後再加一斤醬油蟹 它的醬油蟹太多了 我覺得它的醬油蟹太多了 五萬五千萬一隻 對比起泡醬油蟹或大雅房 我覺得這個醬油蟹很多 吃醬油蟹很看運氣的 春季蟹或秋季蟹 它出來的質感又不同 像我這樣第一次來吃 然後我看到它這個質感 我覺得五萬五千萬是很划算的 但我個人來說 我喜歡有一點辣味的醬油蟹 雖然是這麼大也很好吃 因為它的醬油蟹已經剝了殼 好吃 超多 超多 但是我還是在近一點 基本上進來的人是沒有停過的 不過現在已經停了沒有排隊了 再鮮味一點 加紫菜一樣吃 嗯 我們有很多吃的 我們也也吃了 但是吃的 好吃 是不是有 這個很重要 韩国有很多人不喜欢吃有高的酱油鞋 我到现在还是很不明白为什么 我觉得有高的 整个感觉肥味很多 其实是吃酱油和鞋本身的质地 酱油鞋不是吃新鲜的 因为全部都是春天或者秋天的大批粥 然后冷冻 要这样surf前几天才用酱油腌 腌2-3天才会这样surf 真的不可以看新鲜度 但是当然啦 因为它是大批粥回来马上去急凍它 是可以维持它的状态 果然酱油鞋呢 因为韩国叫外卖呢 或者是其他国家吃呢 我都觉得 是没有韩国当地餐厅那么好吃的 然后它每人都会送一个海大汤 所以自己不用另外叫汤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个人习惯了一只吃酱油鞋 之后呢 我都很喜欢喝一个热汤 因为酱油鞋本身也是很生冷的东西 我自己喜欢喝一些热汤去暖的位置 因为有些酱油鞋的餐厅是没有汤的 那它这里呢 它会这样送一个海大汤 我觉得是挺好的 它旁边是没有什么 多咖啡啊 或者是有些观光的 这间酱油鞋 你基本上是要热灯你才会来到 好吗 好吃 好吃 好甜 好 soft 好 salty 好 salty 好 salty是不好的吗 我喜欢的 不是很不耐用的 但是是好多的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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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我的人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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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街市很多都会买酱油鞋 我吃过一次 但是我吃完一次之后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再买 因为我常吃的那个又是没有高的 真的是公鞋 我个人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好公鞋 我就不会再吃市场里面可以买到 除非它是有mansion 它是鱼鞋 或者是我见到它尺寸大的 我都可能会吃 但是这次令我惊喜的是 这个韩女士的酱油鞋 它是不能选择大小 它只得一个价钱就是55,000 但是它的鞋是比想象中大 它的尺寸基本上就是别人的大尺寸 或者甚至大过别人的大尺寸 这一点已经非常加分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膏 的确是爆多的 我知道大部分观光客王 其实过来吃酱油鞋 都好像我这样 都是喜欢吃膏的 上网看过很多不同的review 影片也有看过 然后韩国上Nava也搜寻过 然后我看到大部分的review 全部的膏都是爆的 虽然我刚才不是说 你吃酱油鞋是看运气的 你打开的时候 才能看到它有多少的膏 我好像之前在片中也有说过 就是如果你是鞋的专家 单单从它的外表 就可以判断到它有多少的膏 而这里的鞋爆高的记率是这么高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餐厅老板 应该是真的很懂得选择 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加分的point 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它的酱油都挺特别 有一种很清甜的感觉 我觉得是完全不咸的 就是我刚才吃了这么久 我基本上没有喝一口水 然后它完全没有加辣椒 所以完全不吃辣的朋友 是非常推荐 然后我觉得店员们的奉莫态度很好 虽然刚才真的爆很多人 一直都很多人排队 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又有一条队 在排队 但是奉莫态度也是很好 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拍到 其实铺位 那间铺就不算太大 桌子也不算太多 但是也看到店员很老了 跑来跑去 其实看到它也挺辛苦 但是它们在这个 那么辛苦的中间 都可以维持 那么有礼貌的奉莫态度 我觉得是 作为一个客人来说 是吃得挺开心的 所以这个价钱 这个鞋的质素 再加上 有这么好的奉莫态度 觉得整个CP值是值得的 其实譬如 你在弘大来的话 如果来 假设是坐的士 坐半个小时 便会来到 其实都算近 唯一不好 这边就是附近 没什么特别的咖啡店 全部都可能在办公室 如果大家来旅行的话 可能特地来完 这餐厅吃东西 就要搭车去第二处 继续购物 或者行街 其实我每次出橡楼鞋的影片 我都看到有人说 Mira 你觉得 你吃过这么多的橡楼鞋 你觉得哪一家最好吃呢 其实我也想了很久 我觉得今天 我有答案可以告诉大家 排名 真的差不多 但如果你硬硬硬硬 要我选一间的话 我觉得是 之前我也拍过片 就是真美食堂 真美食堂是米芝莲推荐 你没有预约的话 你不用只意吃到的 其实我觉得是口味的问题 没有说哪一家的橡楼鞋 一定是最好吃的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口味都不同 像我那样 我喜欢比较辣的橡楼鞋 现在讲讲一下 也有点想着那个橡楼鞋 可能我唯一一天 我再去重访 都想看看 究竟他们的质量没有变得 我猜应该是没有的 它现在还是维持 不是之前推荐餐厅 我下次就去吧 好 现在分享一下小吃给大家 但是我看到其实很多人 在我每次拍这些橡楼鞋的影片的时候 都会问 究竟吃橡楼鞋 会不会有寄生虫的 现在这个问题 我快来解答大家 有参加我的药仔师奶奶 有缣 Hoover 有 Может木工 cm 有一些橡楼鞋 鼻子是瑞菇一般大多的食材 野菜是固培用呢 海鮮 Siz農哥 医生材料。。。 跟排養肥移動的食材料 蛋壮商也比较整齐 医生性量食材料 水沽食材料 乖逐渐孕酒 如果有很多病毒的病毒,也要是保護病毒 如果有病毒,你必須去治療 基本上,我們會不會吃過一般的病毒 每年兩次吃的病毒都沒有 好像是吃的一樣,你不能吃? 我會吃的病毒,所以你不吃的病毒 未來你會吃的病毒 會不會太好嗎? 這個肌肉會合適嗎? 保養後,肌生蟲也濃進去 變成變化,更加不作用 聽完之後,我猜大家都清楚很多 當然,如果大家擔心的話 最安全的方法一定是不吃 但如果你說很想吃蟲子 或者任何刺身生物 想減低風險的話 真的去吃拘捉藥會比較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謝謝我的藥劑師奶奶的出現 下次再見 拜拜